停車場內一整排電動巴士陷入火海 火勢相當猛烈 消防隊員獲爆後火速趕往現場拉起水線灌救 但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現場九輛巴士當場被燒到只剩骨架 事發在21號凌晨2點多 台中北屯區錦和街168號的聯邦民營停車場 當時一名駕駛發現其中一輛巴士冒煙 立即通知管理員起出火勢不大 但隨後就迅速蔓延 現場發現是電動巴士 那車上有數量比較多的鋰電池和可燃路 所以鋪面的時間比較久 由於車內的鋰電池導致滅火作業相當困難 還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消防隊員緊急加派人手在一個多小時的搶救後 才總算控制火勢 而根據了解這次起火巴士為四方巴士公司所有 這間公司在2023年10月才爆出欠行風波 加上公司欠銀行高達2億元 因此現場有超過50不遭銀行抵押的電動巴士 已停放許久沒有開動 這回又再碰上大火損失至少9輛巴士 也讓原本負債累累的公司更是雪上加霜 也讓他加上大火損失去了